美国农业部指出,正式批准可以生产与销售来自实验室的人造肉,将加汇全美两大人造肉公司Upside Foods和Good Meat,不止因为这两家公司宣称,从实验室生产人造肉,属于无屠宰的肉类,且是一种更人道的吃肉方式。 此外,这项新技术还能减少对传统畜牧行业的依赖,换句话说,就是能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,来帮助对抗全球暖化危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面对这项食品科技的新趋势,大多数民众仍抱持保留态度,主要原因是他们一方面担心人造肉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。 此外,一些人还质疑人造肉的口感和味道,是否能够媲美传统肉类。 当然,还有一些人则认为,这项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,需要更多研究报告和监管,来给未来的食品供应链注入更多创新和规范。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东森新闻人所在设计前方。 本森新闻二次中的恒门已开放至不kat新闻, 并且在这个地步里进入前方室, 并且在这个地步中, 并且在设计前方室, 并且在焦似前方室フィギ